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迪丽热巴跳新江舞成功地带观众看世界 带世界看中国 父母均为当地文艺工作者 因此迪丽热巴自幼便怀揣艺术梦想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他能讲一口流利汉语及维吾尔族语 在国内影视圈成绩斐然 其原名为迪丽热巴、迪丽穆拉提 亦为心爱美人 他除了靓丽外表、才华横溢 深受观众喜爱 参与主演多部热门电视剧如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三生三世枕上书》 《漂亮的李慧珍》等获得超高收视率与良好口碑 此外 曾荣获多项国内外重要影视奖项 如金英奖、白玉兰奖等 无疑是内地影世界的一璀璨明珠 迪丽热巴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 其父为新疆歌舞团的知名独唱家 从同年起迪丽热巴就在父亲的熏陶下热爱各种艺术形式 她不仅积极主动地学习钢琴、舞蹈、小提琴与吉他 更对唱歌有着浓厚兴趣 常常在学校各类活动中展现出不俗的歌唱天赋 备受关注的迪丽热巴女士 美丽动人 源自新疆 除了美丽的外貌 其最具标志性的特征 莫过于她明亮且充满灵气的大眼睛了 近日 一份精彩绝伦的视频在网络上热议不断 记录了花与少年 思路纪节目中的现场画面 在这个节目里 嘉宾们身穿各式各样的民族服饰 共同参与了一场国际盛会 其中 胡先旭用天津快板这样的传统曲艺形式 展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她的表演令人赞叹不已 激发了观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 同样 辛直磊、秦岚、赵昭仪等嘉宾 以高度的自信跳出了传统的东北央歌舞蹈 华丽的首卷为整个演出增加了热烈的氛围 他们的表演不仅深入人心 而且充分展示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王安宇先生身着潇洒的中山庄在舞台上激情朗读《中国少年》说 其声音犹如重石撞击 使我们深感他胸怀的壮志 以及先贤对中华崛起的坚定决心 更重要的是 我们从中看到了新时代的中国年轻人 如何传承这一意志 奋力前行 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这正是中国青少年的风采 也是国家的希望所在 另外 激发我们无尽兴趣的是迪利热巴女士 她深深以自己的故乡维吾尔自治区为荣 故乡人民也因她而感到无比自豪 她身穿维吾尔族传统服装 聆听家乡音乐 炽热饱满的心灵立刻被点燃 跳出了欢快生动的舞蹈 她的舞步轻盈 笑容明亮 让人深深感知到她的真诚与热情 她不仅仅是中国的形象大使 更承载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 通过她 全世界重新认识了美丽多元的中国 此刻呈现出的美丽景色 仿佛宛若新疆红石流飘扬过海在一国绽放 让外国朋友们领略到中华文化之美 令人瞩目且源于内心的文化自信 中华文化积淀深厚 每个元素皆具独特含义 此时此刻 中国文化的自信展露无遗 让人满怀信心的期待 未来将继续发扬光大民族文化 使世界更加深入理解并见识中国风采 从这些公众人物身上 我们看到了满怀民族自豪感的 展现出中国文化风貌的形象 深刻理解到了公众人物应当具有引导观众了解世界 并让世界更深入感受中国文化内涵的职责 现今 众多中国外事机构纷纷向全球推荐收视率极高的 《花儿与少年》 《思路纪》节目 如由迪丽热巴演绎的新疆舞蹈片段 该片子已经成为了新疆人民的荣誉象征 同时也深深烙印在了每一个中国人心底 针对为何身着爱德莱斯仇服式的提问 迪丽热巴真诚回应 因其色彩丰富如同祖国美景一般 这样饱含深情的言语充分体现了 他对祖国的挚爱以及对新疆文化的自信满满 让人为之动容 在电视节目《民族与国家》上 迪丽热巴展示了在海外的生活状态 紧携带一只简单的行李箱 然而 他并未因此淡忘对祖国的深情厚意 始终念及祖国母亲的生日 还特地为其准备了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 并地上最诚挚的生日祝福 此外 热巴还给自己背好了舒适的拖鞋 而那面五星红旗则被置于最显眼的位置 表达出他对祖国的崇高敬意与真诚尊敬 他的这些举动 完美诠释出重走丝绸之路的核心精神 无不昭示着自身所带有的地域特色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